体积的测量 体积的测量 基本上我们的体积就分为 形状规则的和形状不规则的 什么意思 小学的时候教过我们体积怎么样子算 立方体 立方体长层宽层高 圆柱体底面积层高 这个东西我们都教过 所以形状规则的我们可以直接用公式来算 形状规则的我们就用公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小学教过的 那形状不规则的我们要怎么算 比如说我这一支红笔 红色的白板笔 我要怎么样子算它的体积是多少 当然我们可以说它接近圆柱体 对不对 可是又不太是 因为中间有的地方凸起 有的地方凹下去 所以又不完全是一个圆柱体 所以像这种不规则的我要怎么算 来这个时候 当然聪明的同学 我相信大家就已经想到了 我们是不是拿一个 两桶或是烧杯 对不对 上头有颗度嘛 好有颗度的烧杯或两桶 然后呢我们先装水 好先装水 假设这个时候我们把中间水 先装水 装到了比如说我们说100毫升 500毫升好了 500NL 一开始我们装这么多的水 然后呢接着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不规则的东西丢进去 好不规则的比如说我随便丢一个 一个石头好了 石头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进去 丢进去之后那我们水是不是会涨起来对不对 水会涨起来好水就涨上涨到了这么多 好水就上涨到这么多 那这么多呢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刻度 你看这个刻度是650NL 那当然我就知道啦 这个不规则的黑色的这个石头大概有多少 所以这个东西的体积是不是就等于两个相减 150NL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同学会的东西 好那这个呢我们国中也给他一个专有名词 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排水法 排开水的方法这个叫做排水法 好所以说我们就大概知道一下 形状规则的物体我们直接用公式来计算 好那形状不规则的物体我要怎么样找它的体积呢 我们就用排水法来算好就是把它用水丢到水里面 看它的水面上涨了多少我们就知道它的体积是多少了 这个叫排水法 好但是用排水法的时候有一些条件 好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能用排水法的 好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下排水法的条件 好排水法条件 排水法的条件 好基本上要使用排水法有两个条件 好第一个条件 它要不容于水 对不对 如果今天这个会溶于水 那我要怎么用排水法 好比如说我今天我拿一块糖丢进来 丢到水头慢慢的糖就融化了 没了 那我要怎么样子用排水法 就不能用了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不溶于水的 好才可以用排水法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什么 它一定要是能够沉到水里的 沉到水里的 好我才可以用排水法 如果这个东西会浮在水面上的 好那它浮在水面上 那就不是它全部的体积啊 对不对 好我们一定要它全部沉到水中间 我才能够找到它的体积嘛 如果有的是浮在上面的 那就不完全是它的体积啦 所以就不能用了 所以记得我们有两个条件 不溶于水的和它要能够沉到水里 它才可以用排水法 可是当然也有同学问 那如果真的这个东西就溶于水 那我要怎么办 怎么样子量 好比如说我刚刚讲的糖就真的会溶于水 那我要怎么样子用排水法呢 好那简单的想法 我们就要想我们目的是要不溶于水嘛 对不对 那它会溶在水里 那我就不要用水 好不好 比如说我用什么 比如说我用汽油 不会溶在汽油里面 好一样我把这个东西换成汽油 那糖丢进来就不溶啦 那不溶的话呢 那它上来就OK啦 一样我们就用一样的方法量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只是把这个水换掉就可以了 同样的道理 如果它会沉到水里 那我要怎么办 我就想办法不要用它沉到 它不会沉到水里啦 那我们就想办法用它沉到里面嘛 对不对 一样啊它会沉到水里面 可是它可能 它会浮在水里面 可是它可能会沉在我们的汽油里面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把它换成汽油 它就沉在汽油里面 所以原则上就是我们可以换掉这个水 我们可以换成油啊换成汽油 其他的气体都可以 所以排水法还是可以这样子利用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它可能会用不同的东西来烤你一下 好那除了这个排水法之外 我们刚讲说它如果浮在水面上 除了说我们说换掉那个水用汽油 它还可以什么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叫做重锤法 好比如说一开始 我这边摆了500毫升嘛 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东西进来 它会浮在水面上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把这个东西底下用一个石头串着这个东西 好把它掉在这边 上头的这个是我要量的 这个石头 因为石头很重 所以它会把这个东西直接拉到水面下 那拉下来之后呢 我这整个水面就上升到这里了 好整个上升到 假设上升到的是750NL 好假设上升到750NL 那我是不是就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石头加上我要量的这个东西 两个加起来是750嘛 对不对 两个加起来是750 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只要知道 石头是多少对不对 那我再把石头用所谓的排水法来量一次 好假设石头量出来 石头是100 石头是100 那上头的不就是150 好所以我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就是说它如果不会沉到水里 那我就拿一个很重的东西把它拉到水里面 然后看两个一起排掉了多少水 所以两个加起来排掉的体积就是250 那这时候我在单独来测石头 好那个很重的那个石头发现它是100 那所以剩下的就是150 好所以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方法我们现在有一个给它一个名词 这个方法叫做重锤法 总之我们国中就是很爱用一些名词啦 好那这个名词就听过就认识一下 这都是各位同学能够会的东西 就是你们本来就会的东西 只是我们在国中把它整理一下用了一些名词出来 好所以这同学就学会了体积的测量用排水法 以及当它如果不容于水 或是沉到水里都没有符合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用怎么可以用重锤法 或是我们直接把水换掉 换成别的溶液就可以了